歡迎您持續收看本週的體壇動態 這週我們邀請到直升主播雅里哥來參與討論 雅里哥好 小蘭好 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關心到NBA的季後賽 我們現在是打得如火如荼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張戰績表 當然可以看到四的就是已經分出結果了 到目前為止其實蠻多隊都分出來了 剩下胡仁 輝雄 還有我們國王跟那個 我們看到的是勇士這一組 目前來說是還在第一輪膠著 那當然在今天4月28號最新的就是在東區這邊 其實第二輪的這四個對戰組合 這兩個對戰組合全部都出來了 那今天贏球的波頌塞爾提克 在下一場比賽將要面對一億代勞的費城七六人 那這一次在東區上演老八傳奇的 Miami熱火 哇 真的沒有想到他們能夠打敗東區第一的公路 那下一輪比賽同樣是要面對下課上獲勝的紐約尼克 其實在後面我們可以好好講 哇 今年的季後賽 雖然已經出來的這六個對戰組合第一輪的 是都沒有打到七場 大部分都是4比1或者是最多像 老鷹跟塞爾提克也是只有打六場而已 不過在西區剛才小燕講到的 剩下兩個還沒有出來的對戰組合 胡仁對輝雄還有國王對上勇士 我個人覺得這兩個組合 可能至少有一個會打到七場 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就一場一場的來分析 首先來看到看到這個搶第二輪的門票 其實可以看到包含像剛才提到的 我們國王跟勇士之戰 還有像綠山軍以及像胡仁對輝雄 我們看到這些系列賽 目前來說賽迪克是輕鬆過關的 現在現在看到勇士跟胡仁 這兩個西區雙俠現在還有得打 當然這幾年的NBA不像過去幾年 好像勇士都always一直是西區冠軍 然後碰上的對手都是克里夫蘭騎士隊 那在這兩年整個NBA的一個狀況 可以看到是群雄並起的一個情況 雖然勇士隊在上個賽季 是拿下八年之內的第四座冠軍 不過看到今年的這樣的一個衛冕之路 那在一開始先輸給沙迦敏度國王隊兩場之後 哇 他們竟然能夠連贏三場率先聽牌 尤其是說到勇士隊 他們在第五場就是誰贏誰聽牌的那場比賽 他們能夠在客場獲勝 要知道勇士隊他們今年歷行賽 41場的客場比賽 勇士僅僅只有贏了11場而已 我們講到勇士就是說 今年他們客場打得非常非常的糟糕 但是在季後賽第一輪面對國王的第五場比賽 他們能夠在沙迦敏度拿到勝利 取得聽牌優勢 下一場比賽馬上就要回到這個舊金山 希望看看能不能六場 就把這個系列賽給結束 同樣是下課上 另外我們看到塞爾提克 這是最新熱騰騰 剛剛出爐的四勝兩敗 淘汰到老鷹 原本前一場比賽第五場感覺 塞爾提克一路領先的情況之下 好像是要把整個系列賽 就是四勝一敗給收下來了 結果前一場比賽面對吹樣 整個第四節 哇 瘋狂的這樣的一個表現 結果在第四節 老鷹演出逆轉勝 而且是在客場 波士頓拿下來的勝利 不過今天同樣的一爆還一爆 回到主場的亞特蘭那老鷹 最後也是輸給了波士頓塞爾提克 塞爾提克是順利晉級 當然他們下一輪的對手 將是前一輪 是四勝零敗打敗籃網的費城七六人 七六人我們知道 今年有這個MVP呼聲最高的中鋒 九位MB千比哥 所以這個對戰組合說實在的 也蠻讓人期待的 最後就來看到 現在也是在西區還沒有分出勝負的 輝雄跟洛杉磯虎人 我們知道輝雄是這一次 西區的二號種子 那在整個西區一號種子 精快已經過關的情況之下 輝雄在前面四場打完 一勝三敗 被逼到了懸崖旁邊 沒錯 結果第五場比賽回到了主場 John Moraine 31分10助攻 然後Desmond Ben 33分10助攻 另外Jackson 18分10助攻 這三個人都攪出了 雙十以上的一個成績 LeBron James自己講到 他覺得他們在這個第五場比賽 他打的就像是 不太好聽了 不太好聽了 打得像是米田共一樣 所以接下來第六場比賽 胡仁隊回到主場 看看七號種子的胡仁 能不能演出下課上 那贏過輝雄 因為其實以NBA的總部 或者美國球迷來說 當然希望胡仁能夠晉級 因為這對於整個NBA 季後賽的票房有幫助 只不過這個球是原的 要打才知道 如果這個系列戰 真的打到第七場 要回到曼菲斯的話 我覺得灰熊這一邊 說不定 真的是會讓胡仁提早放暑假 也說不定 沒錯 那要講話題 其實東區季後賽 目前看到也很有話題 現在來看到這個 熱火隊尼克 好像回到我 國小那個年代 90年代那個時候 這個在過去的季後賽 兩個鐵血對抗 包括另外一組賽 跟76人 也都是過去我們 在90年代常看到的 對戰戲碼 那我們先看到市關長 真的是一手遮天 包括關門戰 絕殺球 都不知道怎麼投進去的 一直到兩場比賽 燃盡熱血 帶了熱火 打敗了公路 包括像尼克隊 也是下課上 打敗了騎士 睽違十年闖進到第二輪 熱火跟尼克 過去的世仇 對決也蠻有趣的 的確喔 那講到了 在今年東區的季後賽第一輪 其實真的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看 能夠演出老八傳奇 先通過附加賽的考驗 麥阿密熱火 在系列戰的這個前面幾場 輸了他們的主要的三分射手 抬了HERO之後 感覺熱火 好像這個系列戰 玩完了 因為他們面對的是 上上賽季 曾經拿下過總冠軍的 密爾瓦基公路隊 密爾瓦基公路隊正中 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有字母哥 但是字母哥第一場比賽 好像一個切入 坐飛機摔槍之後 第二場比賽 雖然公路贏球了 但是接下來三四五戰 都被熱火拿下勝利 其實講到在東區 這兩個對戰組合 我們看到 尼克能夠贏球 熱火能夠贏球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他們都能夠在對方的客場贏球 那熱火隊看到在公路 最後一場比賽 就像剛才那個小蘭講的 哇 一路落後的一個情況之下 最後的那個設計的 這樣的一個戰術 剩下只有一秒鐘的時間 Jimmy Butler 竟然是可以垃圾不落地 空中 把那個球給投進去 把比賽帶進到 銀行加賽 那個球投進之後 感覺整個氣勢 就直接轉到 熱火隊這一邊了 那熱火隊 能夠以四勝一敗 淘汰到公路 真的是 讓一大堆NBA專家 的一個演進啊 最近演進行的這個生意 應該會很好 另外說到了 騎士跟尼克 我們知道騎士隊 他們在上個賽季結束之後 交易來了 Donovan Mitchell 這位砍匠 那今年也拿下了 東區的四號種子 感覺上在第一輪 面對尼克 其實這是一個五五波 大家看六四波的一個比賽 只不過圖卡上的這位人物 就是在上個賽季 從達拉斯獨行俠 這個不是交易過來 上個賽季結束之後 成為自由球員 那獨行俠跟尼克 都開給他大的合約 那這個合約好像 據說如果我記憶沒錯的話 兩份合約的金額 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 Jalen Bronson 他選擇了市場比較大的 紐約尼克 那的確啊 他在這個系列戰 的一個場均 五場比賽 他攪出了 平均每場比賽 可以拿下24分 4.2個籃板 這樣的一個成績 Jalen Bronson 成為尼克隊隊史上 第二位 能夠在季後賽 連續五場比賽 攪出平均得分 20分以上的一個球員 所以 尼克這個系列戰啊 打敗騎士 說實在也毫不僥倖 因為他們就跟熱火一樣 他們在 克里夫蘭 兩場剋場的比賽 他們也都拿下了身 沒錯 其實看到第一輪 其實在東區這邊 真的是 也是跌破大家很多眼鏡的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我一直讓大家 比較覺得輕鬆之在 就是剛才雅力哥所說的 7-6人隊 唯一很少 那當然我是覺得說 對上了這個季中跳樓 大拍賣的籃網 其實呢 就是也不是很意外的結果 拍賣了誰呢 就是KD嘛 KD來到太陽之後呢 哇 這個熱度加強 現在要對上金塊 到底是跟融化金塊呢 還是金塊可以砸傷太陽 現在未來的第二輪 也有得看了 對 那我們看另外幾個對戰組合啊 藍網隊雖然在今年 跳樓大拍賣 其實從太陽隊交易過來了 非常多的側翼海啊 對不對 可是整個到了 整個季後賽 真槍實彈 那面對這樣的 有大中鋒 舉個MB做真的 費城7-6人 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整個戰力的一個輸出上 是明顯差了一個成績 所以被橫掃其實不意外 那現在就看 7-6人能保持健康 因為舉個MB加上大鬍子 James Harden這樣的一個組合 其實他們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瞄準啊 這個是NBA的總冠軍戰 那還記得前年嗎 那個時候他們 就是輸掉了比賽之後 無緣來挑戰東區的一個冠軍 另外來看到太陽隊快艇的這個組合 其實認為其實很多人認為快艇 今年是有機會的 但是前提是要在他們的三巨頭 都在健康的一個情況之下 結果在Paul George 運行賽就受傷 那在Kawa Laner打了第一場 但是可愛在第二場比賽 雖然也得到31分 但是第二場沒有打完就受傷 三四五場都沒有上陣的情況之下 只靠Russell Westbrook 忍者歸一個人獨身大局 那加上太陽隊 除了David Brooker Chris Paul之外 今年更交易來了KD 哇KD是現在 所有陣容都可以打了 當今的死神 得分機器 所以在太陽隊這邊 過了快艇這一關之後 我覺得現在下一輪的比賽 那就要好好來看一下 太陽的對手 會是胡人呢 還是很有可能會碰到勇士 另外看到在金塊這邊 金塊這邊Jokic 繳出這樣的一個大三元成績 儘管輝狼隊他們的這個 2020年選秀的狀元Edward 能夠有在這個系列戰場 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不過感覺出來 在整個西區的第一種子 主要還是健康的一個因素 今年公路隊我覺得就是在 可能這個字母哥帶傷作戰的情況之下 最後讓熱火演出了老八傳奇 不過在西區這一邊 輝狼的老八傳奇 雖然Edward一個人真的很強 但是他沒有辦法打出這樣 團隊的一個籃球 還是輸給了戰力 相對比較平均的 丹波金塊隊 沒錯可以看到其實 在這邊不管是快艇 還是像是在輝廊 這是獨木難稱大局 看來快艇老闆 明年要考慮要不要再 重新來續約一些球員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